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 这边是网易暴雪联合主办 NUTV承办的卢氏传说 皇军总军赛的小组赛 马上开始的是我们小组赛的倒数第二场比赛 应该也是第组 现在出现形式最关键的一场比赛 是由我们的Estar的C赛来迎战的是 Snake的Sleep In 那我们知道Sleep In是整场比赛 唯一一个带了冰法的选手 这个冰法到底能不能够成功走掉 也是挺有质疑的 因为它之前的比赛都是在冰法 那个关没有能够走掉 都是差一回合斩杀 但是被斩杀 这边看到的是Estar的一个C赛 对于这个选手 Jason Joe 你怎么评价 我觉得 因为他之前其实选职业的时候 就是我交了卡组 然后他问过我一下 然后他带的职业其实是跟我差不多 跟你一模一样 然后结果你走了 家杰在上面是吗 我觉得他最好 然后帮我证明一下 我选择这四个职业是能赢的 好 这边看到的是这个Sleeping 也是非常年轻的19岁 我觉得这个19岁和刚刚28岁看的差不多 我觉得西赛现在是所有选手当中 最有主动权的一个选手 他是唯一个说我赢了 我出现了 我输了我能加赛 我输了也没有加加赛 关键是他我有主动权 输赢能不能出现是我说了算 不是别人说了算 对吧 真的你看这两个差10岁的看得出来吗 我觉得右边的还是比较小 是吗 那我觉得我们New TV的导播组的这个 PS功力挺好的 开个玩笑来开个比赛 那么Sleeping的萨马是被搬掉了 C赛的战区是被搬掉了 这条冰法到底能不能够成功走掉 证明一下这条卡组的强度呢 其实我觉得冰法应该还可以 是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之前看了一下这个Sleeping的比赛 感觉冰法被关的次数是有点多 可能一些细节上没有做得很完美 就最关的 因为冰法是一套龙错率其实挺低的那种卡组 然后一个回合选择不好可能就输了 是 宇宙树 打清宇德 照理来说应该是清宇德大优 打宇宙树的话我觉得 树苗 不要了吧 不要了吧 全力找科技 然后前期的怪 这个根绪应该是没有什么用的 是没有特别大的用 好 换了一个成长 但是不重要 我有成长 不重要 还要看后面 还要看后面 这边应该木光龙可以留一下 然后其他的就不要了 其实无面这张东西嘛 也可以考虑 对 无面木光龙 其实像无面山岭的 你要一定的话 最好 但是山里没有吧 对吧 嗯 好 这边的话 前期宇宙树 基本上应该是 四费开打 大家四费开打也行 哦 这手抽的还可以啊 那就直接上了 先上吧 先上个护肤 哎 哎 铺两个一一吗 他是想强选吗 他觉得 他说你铺一个一是 一点场合 我这样两点场合 但是你成长以后 你成 这回合铺一一 下个成长 这样你四费那个 就可以招出二啊 不急啊 他到时候 到时候就是成长 然后下个四费的时候 是硬币 两个一起的嘛 也可以 行吧 就 选手的想法肯定是 是这样子 对 那我们可能会觉得 保留一下 跟虚是不是可以 稍微灵活一点 这是另外一种想法 跟虚打宇宙树的时候 一般来说是用来解牌 对 稍微灵活一点 而且我觉得 他应该不会硬币 应该硬币出来的话 好像吃AOE啊 他应该是贯彻思路 他想直接突 他想强死对面吗 对 直接强死对面 这样 也行吧 也行吧 好像贯彻思路 这个攻击力还蛮高的 三点厂攻 上小软吧 那你这样打的话 感觉这 要是抽到四费再下的话 有点慢 这已经三点厂攻了 对 你不要看三个一 你想人家一费恋小鬼 你晃不晃 就是这样 一费恋小鬼 我应该会下小软 这么说的话 好像很有道理 是吧 人家一费恋小鬼 你下不下小软吧 很有道理 是的 这个是三个三的小软 其实他比练小鬼还要厉害呢 是 一定很平利的 对啊 这么一说一定下小软 如此多的可能性 他在考虑下小软 要么我抽一口三分小软下地环 四倍接木光龙 我觉得他这个打法很可能是小软地环卡加库斯 我觉得这边抽一口其实挺好的 抽一口的话 你有更多选择嘛 可能就是慢慢打 我反正有难 其实没有AOE 没有雷诺 这打的伤害其实还是挺高的是吧 挺高的 其实挺高的 第一张AOE来了 哈哈哈 那你既然决定了摊 我觉得你之后再抽一口 抽一口上个一费的 是 对 你既然Time就这样了 嗯 但我总觉得这种节奏 其实打这个轻语德 真正打后期 你也未必打得过轻语德 现在就是 这是一个很难的难点 就希望轻语德能卡卡手 这边就上个轻语之灵吧 四倍 然后把它换掉就行了 对 老实说你不换吗 也行 换掉比较好一点吧 布兰吃不了三费的 那个恶魔之怒 那你也死了 但是 但是 布兰的话 就还好吧 我觉得好像也可以 也可以不换 不换也可以 好像不换吧 因为 感觉好像也没什么 反正吃AOE总是 同归于尽 对 反正四散的打牌风格 真的好凶 哎 恶魔之怒 还真难恶魔之怒 一点的恶魔之怒 但是这样的话 就可以全清了 这样就可以全清 而且好像也还好 是的 这样场面就比较干净 那这样的话 如果刚换掉的话 其实这个时候 打恶魔之怒 还能保一个二三 多一个二一嘛 多一个二一 多一个二一战场 他应该不会打了 那就不会打 他就会下木光龙了 你换了他 就直接下木光龙了 所以我觉得 现在这个结果来说 也还行 还可以吧 他现在都挺想 下木光龙的 你别说了 那算了吧 还说 因为卡了一费 他也很难受 是的 他不舒服 他还是决定下木光龙 木光龙的话 那我就把二打掉了 对 那就白怪了两 两连血 对 那他自己换 那那就 来龙吧 双激活 那这个愤怒是怎么样 过牌了 感觉要打二了 先先先 先拿龙 先过一张 没准我抽给横扫 我可能就激活机会 横扫把解了 你怎么不觉得激活 把他咬了吗 不可能的 我觉得 要不 激活 打个二 愤怒先打个二 激活 打个二 然后把一些一 什么和你撞一撞 就不要 AOE太伤 就算了 我觉得还行 如果你交个暗影恋怨 你也是空场 是 那我就不撞 我就打脸算 吃那个地狱恋 吃地狱恋怨是有点亏 那我就打你一下 稍微打一下 你选的可以换掉吗 一攻打你一下 对 我一攻打你一下吧 好 他根本就不防 你暗影恋怨 你就暗影恋怨吧 对 你暗影恋不烧 暗影恋不烧 就头脸 打一口下个小软 但其实这个 这个宇宙术 他没有其他回血 其实还是挺讨厌 四六打一下四四 我这里大地环 打一口 不光龙 再下个小软 恶魔之怒末日 我谁啊 恶魔之怒末日 也是可以考 我觉得恶魔之怒末日 好像不错 因为很容易 抢到一个先手 是的 很容易抢到一个先手 感觉 恶魔之怒末日 五点伤害 对 也可以 主要对面 德刚激活了一个愤怒 就是我一个末日 对着你一个两宫怪 结果就是 也可以 就有点怕对面 有一个滋养 就怕滋养 一般压末日的时候 就怕有滋养 其他都还好 人家不管你 直接滋养 但感觉也没有 你不定 还是选择地环 给木光龙乃回来 其实这样的话 场面其实是很大 是的 场面是很大 这里看有没有给横扫 没有横扫 就这一下 又是一个 愤怒打一吧 这个地方 或激活 激活五十数 怕一个红西 倒是可以拼一下 说句实话 其实 我感觉 可能愤怒先打一好一点 愤怒打一 抽什么呢 抽很少 抽很少 然后 然后你大不了就 咬五去把那个四五 咬 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对吧 场面就干净了 场面先干净了再说 五十的话就是 这个五十会 他是几乎五十了这样打的话 几乎五十首先是卡一费 我觉得 对 主要就怕一张红西 其实如果没有红西的话 也还好 爆金其实也有点 受不了 爆金也不是特别受不了 对 就是很怕单净 这个就有点不办法 红西了 然后场面就会全清了 看这个清晕的能不能来过牌吧 来过牌还是能打的 主要是我觉得这个德鲁伊 其实是一个后期很强的套牌 他非要把他打成一个前期 他可以慢慢打 对 他其实可以慢慢打 他非打成一个前期进攻的套牌 赶紧来自养 赶紧来自养 才有机会 不来自养基本上 下回后不来 我就觉得已经要走了 蓝路也可以 蓝路也可以 因为这个场面上 德鲁伊很难帅 两血 一个三血的 哎 很少 那就愤怒点一 然后打个很少吧 就愤怒点一 很少吧 滋养有可能 现在其实最关键就是 哦 绽放 绽放变脸 绽放变脸也可以 下回再打 是的 这已经是个三三了 你要把我解掉 其实也 就是空抗了 这里脏手特别直接下了 对面只有两张牌 如果拉出来加击声 我就赚大了 童虚卡加库斯吧 我觉得 对这样的话 也可以 童虚卡加库斯是最好的 对 童虚卡加库斯 这手抽的不错 直接照两张牌 张五费张十费 张五费张十费 张五费张十费可以 也可以 稍微低一点吧 我觉得 两张五费也可以接受 对 看他们看办法 十费的话我觉得 先照张五费 先照张五费看看吧 我觉得 打五 打五吧 打五不错 辨阳感觉一般 一般 其实全体打是 打德鲁伊的时候 可能没有那么好 对 因为他A不干净 是 抽牌 不好吧 那我再招一个五五的恶魔吧 还是复活呢 复活他死过什么 小卵 大地环 都不是特别大的牌 差不多吧 就是这样 定两个五费 定两个五费 再招一个五五吧 全打打四吗 拿恶魔吧 变阳 变阳变阳 可以 因为场面优势 他不需要打直升 他认为 那我总结那个抽两张 好不安意啊 一个一个受选择的抽牌 这两个很少 那扫一个吧 铜续得解 铜续得解 铜续是肯定要解 这里要不要变脸 变吧 你别说 这个抽牌还不错 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还可以啊 反正他对面也没牌 这一桶 呃 张鼠 那你A不出去啊 你空场打脸嘛 他是招个五五啊 他是招个五五抽两大牌 招五还行 对啊 所以你别说不错呀 哎 那我先累 嗯 我觉得这德鲁要被压死了 嗯 主要是过牌来台湾 应该没戏了 对 来台湾 没戏了 虽然说场面还可以 但是人家一个个大拐压下来 嗯 德鲁一定要自己主动压着对面打 对 这个被对面一压自己的解场能力 其实也是非常 特别是后期解大生物的能力非常非常弱 我感觉就是前期牌可能留的太多了 嗯 像素描这种就 素描不应该留 还是很容易亏不亏牌 前期就应该找科技跟过牌这种 对 攀起科技来我过牌足了随便打 就是那个素描其实就是 能换一张其他的会好一点 其实 其实我们想一下 其实他前期是亏了两张牌 一张叫做轻易护肤 一张叫做素描 是的 所以他导致他手牌其实少了很多 对 他亏了个硬币我觉得 对 对 其实我觉得他叫德鲁一匹慢慢打 他不用拓击你个88991010 就是怎么办 根本解不过来 他很难 那我这边走一下 三零 三零 这个三六就先碰他了吧 解了也行吧 你两个很少都交了 两个愤怒都交了 你这个五一 也能解不 他是不是有张打五呢 随机变形 变一个吧 万一变了的 他也果然变了 可以直接走脸了 要我就直接走脸 没什么好去解采 这其实本来是应该德鲁一压死对面的节奏 现在反被压死了 西赛还有一次 我跟你说 一般的德鲁 他带导演是吗 对 一般的德鲁我觉得他就可以放弃了 但是西赛还有机会 对对 人家有导演 人家有导演 我差点忘了这张卡 导演 打空手牌做的尤格萨龙 我这之前冰雀就是被导演 这里是18点场攻 加利弹 这回合肯定不杀 下回合肯定杀 火车王利弹10 28 不够不够 他34选 对不够 这回要不要再铺点场 比如说下个恶魔什么的 我觉得要不下个雷这一拨 我当时的想法 我是觉得我7加3直接打出去 我给场面最大攻击力 我觉得就是下个雷那为什么 我觉得他也只有导演一手翻了 我先把自己先抬起来 我还一直 严报火球 实在是有点虚的 也就导演一张翻了 那没有了 这千语德没有过牌 确实有可能会打成这种局面 据说是你的卡组是吗 对 我在德鲁伊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觉得你的卡组 你不会这么牛排的吧 我在德鲁伊不是这样的 不是 据说是你的卡组 对 不是 证明一下你的卡组 是可以赢的 我觉得现在很好的 衬托了这个德鲁伊 他卡手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是怎么样的 他其实也不算卡手 其实我就不卡手 双激活都摸手里了 然后还有一个蓝蓝的 但姿亚没有来 姿亚没来 姿亚没来 然后前期留的小的东西有点多 对 是的 那不管怎么说 这个宇宙树跑了其实很关键 嗯 关键宇宙树跑了 他这个德就难跑了 对 德比较难跑 对面的贼啊这种牌 其实德都是蛮难的 那接下来我应该上什么了 冰法 诶 这个很好啊 这个起手摸到 我觉得很好了 因为换掉了对吧 对啊 但是你看冰法的起手 嗯 这是到青海萨 打冰法 比一般的萨门稍微好打一点 还行吧 来看一下 他这套青海萨 智商大了很多 其实不错啊 刺激很厉害 刺激很厉害打冰法 对 很关键 这结果挺好的啊 一费两费三费一费 一费二屠城四费四七七 上面还不错 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Sleeping 这次的冰法的实际操作 起手还可以啊 对 末日还有两费 末日过牌都不错啊 对 哦 三费也来了 对 苦痛也来了 舒服啊 四七七 再说吧 那我们想一下 嗯 这里 应该还是上 海盗吧 海盗吧 万一神冲 万一神冲 万一神冲了 万一神冲了 关键你两费还有刀子 可以闯光一下 的体很高 是的 不 你要这样想 你上一个海盗 上一个会提到是打三 你贪这个天神 一公是打一 所以怎么算 都是海盗划算一点 海盗是肯定是海盗 对 海盗厉害 还防一手神冲 还防一手神冲 现在打海盗系列 就先下海盗 我根本就不 不管下面是什么 我不管亏不亏 对 万一神冲了 对 万一神冲了 床子都回清了 如果他不下海盗 说明他教训还不够多 就是他凑一的 次数还不够多 是 像上把那两个学生 我估计他们以后打海盗 肯定是有海盗先下海盗 对 好 那这里硬币末日吗 嗯 二三费其实是有的 倒是可以考虑 可以 可以考虑 其实这个硬币末日呢 赚呢 也没赚什么东西 对 费用会非常难受的 等会以后会很没节奏的 因为 那个 工程师学徒和苦痛这两张牌 实话实说和空过 也就比空过好 对 好一点 那么一点点 就是这么好 那么一点点 但是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这回不下末日 基本上二到三费以后 很难末日压场了 是的 我觉得还是下吧 因为考虑到对面是个一二几个 如果是 天师我觉得你可以考虑 你可以就不下了 对吧 我觉得还是下吧 还是下吧 就这个是五五开吧 这个从开个开局来说 这个是个硬币末日 所以就不是那么好 对 所以兵法这个职业呢 其实要先守好 他决定他 不下 他的话就炸了 那直接我拿把刀砍了 然后这个末日就 再结尾 而且这回过载特别好 对啊 四费的时候还是可以下内 就三费一加一 四费有四七多好 这个炸裂啊 这个炸裂啊 这个末日丢下去就没用了 没用了 回气选 可卡可不卡 他可以选择不卡 现在 这你还是要下末日 那末日是肯定要下的 怎么会 你不可能忍到末日冰环的 这个厂工已经你受不了了 要等到四费 还要忍两回合 这个吃 可能四费已经快被打成猪头了 对啊 现在是一费四点厂工 是的 对 接下来两回合 你说你什么都不干 对吧 人家 你拼掉一个一一吗 难道那你肯定也自己上个一 自己上个一 和没上也没什么区别 对 而且到时候还是有可能能解掉 对啊 还是很容易解 冰甲这样排末的还可以 拖一回合吧 拖一回合 三费的时候可以上 对四费的话 冰环硬币末日 这伤害好高 就被这两个一费再一拍 天哪 就直接冲 而且你下过你 你还冰甲吗 你别说如果对面下过C7的话 这边冰环硬币末日的话 有机会啊 是有机会 是有机会 就这个看的话其实还可以 是有机会 但是 但是这个场合有点高了 我跟你说 下一回合吃完 打完这伤害多少了 看看 因为你挂了冰甲呀 他回八嘛 对 你算一下 其实差不多可以抵消掉 还可以 这个冰甲还可以 这冰甲抽的挺关键 没有就冰一冰甲 感觉已经是死人了 对 这个可以打一下一一 其实 其实我觉得他甚至可以拿一个一一换了个一 对 我觉得打一下 他这里其实是浪费了一点 是的 也行吧 这个一可以持持续输出的话也行 我觉得他应该是打定主意冰环末日 想明白这边冰甲拖一回合 但是 这个东西 就怕被解 就怕被解 再摸到任何一个直伤你就被解了 现在已经是五点可以直接打 是的 打在你上面的东西了 只要一旦被解就不用打 就不用打了 冰环末日一旦硬币出来 被解 因为你后面是接不出的 你后面还是个武飞 暴风雪是接不出的 接不了的 你知道吗 这是很痛苦的 那这里怎么打呢 冰甲 只能挂冰甲了 只能冰甲 我跟你说 没有这个冰甲就已经很难受了 已经死了 是的 没有死但就是非常难受了 已经就是 该怎么办呢 没有这个冰甲 人家四七一下 这一波打脸 就 我就感觉 你这冰环末日 人家再敲你两下 你就死了 是的 他肯定要探到底了 这边应该是直接下四七 看能不能再抽到人家直伤吧 哦 解不了 解得了解得了 解得了 这二加五 可以解 可以解 二加五 这刀肯定是不砍 他也不可能砍 不可能砍 对 那走了吧 走了走了走了 没戏了 这感觉还是贪了 现在看来还是两分手 只直接下摸人 硬并摸人会好很多 硬并摸人然后 这个节奏会慢 不知道多多多多 你是先手先战怪的 是的 然后他后面摸了冰甲 上面还有冰环 你就不停地控就行了 然后之后再过点牌 主要是他有第二张二费 三费也有 对吧 什么都有 你慢慢打下去 其实还是有得打的 关键你那个冰环还是冰环又不用的 到时候你再冰一冰 还可以拖拖时间 对 对 就这么打的话 就只能 就祈祷 对面没有 没有那个 解你末日的手 解不掉末日 只能祈祷这一手了 你只能这么打了 你前面这么打 这里只能这么打 好 被一个荣誉暴力解解了 就直接 召烧了 召烧了 那我感觉应该是翻不了 首先这个四七七 就召烧不了 除非一直神抽 下回头抽冰环 下回头抽暴风雪再抽 就胡拉 就只有这样子 对 必须一直一直 一直控制 就是每轮都有冰 一轮控 控到靠暴风雪暴风雪 胡拉把场面全进 这太难了 冰箱没用的 冰箱没用 你直接被破的 冰箱下回头肯定破冰了 你直接被破的 主要是 你即便挂了冰箱手里面 我看不到认识 任何一张铁把对面打死的牌 一个火把两个冰枪 这个很慢的肯定 枪柱加冰箱怎么样 枪柱 会不会有可能破不冰 会不会破不了冰 我觉得你这里肯定不能 让人家破冰 破冰了就输了 枪柱加 两个枪 两个枪的话就是 但是也有点像 慢性死亡的感觉 就下回一定要抽暴风雪 对 这样很快就把手牌耗光 是的 我就只能指望这么打 因为如果我不枪柱 被人家破冰以后 我觉得基本上 没事 破冰以后 人家随便一点直撞 你就输了呀 不可能赢了呀 我觉得这地方冰箱 都可以不挂 上个过牌枪柱算 也可以 我觉得冰箱挂坏了 有什么意义呢 那也可以 冰箱现在是没有意义的 那我枪两个 我下苦痛 也可以吧 我觉得枪两个 下苦痛 下回后摸暴风雪 苦痛真全能过个白 应该也只能这么打了吧 对 我觉得 确实挂冰箱 没有意义的 挂冰箱 这个手牌还一定要过牌 好像二一拼掉一个 也可以 也可以 对 这个思路还行 但我们看看有没有破冰啊 破冰应该不太容易 只有一张闪电箭 诶 轻闪电 不行 9 11 12不行 不行不行 摇法强 摇个法强也不够吧 我觉得 这里 13也不够 这里好像抽把刀就破冰了 嗯 我们想一想 下回我一定要稳定破冰 对不对 对 这是肯定要做的事情 那我这里是不是把轻易闪电打了好 是的 对吧 他可能也考虑 留一个直伤 对 我直伤留着啊 闪电箭就好 就打一个轻易闪电 我这回打一个轻易闪电 下回我稳定破冰吗 这里可以打个四 呃 厂攻是 能把对面打到几血啊 就轻易闪电打两个 呃 能把对面能打到12血 这样的话我下回蓝龙闪电箭肯定能破冰 这样的话就不一定能 就打死对面了 我觉得这里还是轻易闪电好 说句实话 你算一下伤害正好 主要是这个牌他又不过载 对 肯定是早打先好 那首先你得挂冰箱 对不对 你不挂冰箱你就死了 下回火球没用 对吧 这样的话如果对面有个暴风雪什么 还是能拖一拖的 你这里出不了冰箱吧 暴风雪的话 你出不了冰箱 对 要以小法强 就人家不用挂冰箱了 不用挂冰箱了 我觉得闪闪电箱和清闪的 你再怎么打一个吧 对吧 呃 刚才上回合打闪电箱也还行 上回合 因为正好可以呃 过载加一 然后这里闪电箱也可以打也还好 这个闪电箱等于是打5嘛 对 打5也肯定破嘛 下回合 对吧 那这里怎么打好 枪住火把砸一个 拼掉一个 感觉枪已经 感觉怎么都没用了 枪已经没用了 已经没用了 这里我觉得怎么打都已经没用了 你上回要是枪住这个5-3 我觉得还可以 但这回合再枪应该是没什么用了 你只能枪一个嘛 枪已经没有用了 我觉得 那这里 从他需要来看 我觉得冰箱掉7-7 挂冰箱加苦痛 挂冰箱 但是稳破冰啊 对 稳破冰 那我只能下过去抽两张牌了 看能不能抽 冰箱7-7 火把砸掉5-3 再拼掉一个 堵他破不了冰 杀不死你怎么样 这样也可以 就我就堵了呀 我现在就只有堵 挂冰箱我也是认输啊 对对对 他这样解掉也可以 反正怎么都是一个死人了 太难 太难 这个手牌一会就交 交的没了 是的 好 这边是5加4 死了 那么恭喜一下西赛 不得不说 不得不说 这个冰法真的好难跑啊 这冰法怎么办啊 我觉得还是 就过了那个 结合点就 就没了 就没了 其实你想想 人家一费一二 这个会变三攻的 还是太厉害了 真的是场攻太高了 现在盗贼跟萨满 为什么打冰法 没那么难打 就是因为海盗那个 本一费 我可以四点场攻 太恐怖了 而且是有一点 还已经打在你脸上了 太快了 是的 那么希望他们调整好吧 我觉得这个冰法确实啊 但是相信他带了自己的冰法 应该是觉得 这要逃牌很有事情 我觉得冰法其实老说 现在就是 如果能抽到末日的话 其实应该还是可以的 其实这个冰法 他只能在贼里面跑一跑 这德鲁伊基本上是 没戏了 很难跑的 对 两张野性之怒的清余德打冰法 基本上你会打都很难输 对很难很难输 对 现在的冰法爆发都不足的 对 一会半都是仿黄快攻的 所以说 你两张野性之怒的清余德 其实就 倒是说打中德要换成以前那种爆发性高一点的冰法 对 可以可以赢的 确实 但是就是现在的冰法都比较薄嘛 就很难赢的 好 两边不约而同向盗贼 其实任务达人倒是可以留一留 你有个被刺什么的前妻稍微混混 当然这个棋手更好 这个棋手更好 下面的话 先手会留四季代发吗 两位认为 先手留四季代发有点堵啊 很容易卡手的 是的 有容易卡手 很容易就变成 而且关键是我手里没有大饭 有大饭我就留了 可能对吧 对 我觉得有饭才留吧 没饭还是不要留 先手的话 基本还是这个原理吧 前期还是被刺军期啊之类的 可能还好一点 他选择留了四季代发 这是有梦想 哇 隐藏这一抽 就感觉 就很容易前期会鬼抽 诶 斐贼这一抽其实还可以 斐贼是个很关键的 我跟你说他那个一费抽上来 是个一费的时候 我心里一惊 你知道吗 我每次这样一换抽上 一费的时候总是心里一惊 当用海盗的时候 哇 下面的 上面手牌挺豪华的 下回合 这被撞掉 直接被刺交了 被刺还是交吧 是 这要交的 是 这要交的 摊还是不要摊 我觉得下面有点奔回答 而且上面的这个怪很多啊 这 这 前期到贼内战的时候 就是谁怪多谁厉害 是的 不过先手这边 也还行吧 现在这个抽的还行 翻刀捅一下吧 我觉得需要三费 能抽到个什么东西混一混 不一定能 对 撑不到我觉得 很难撑 就是一定要三费 所以我说三费要抽个什么东西 撑一撑 你想下回西赛这边 就转马刀 三费的时候可能就是海盗硬币 对啊 任务的大饭了 是的 其实你很难受的 这边转刀 这节奏是很快的 哇 双海盗吗 还是转刀 转刀 转刀之后 我就是造大饭 没有节奏转刀了 我就是造大饭 你闷了我再接着来大饭 对吧 哇 这手牌尴尬了 空过呀 开一刀 开一刀 连刀扇都没有 但四费不厉害了 人家出个大饭 很厉害啊 匪贼就看人家大饭 而且人家都不会解你 就直接踢你脸 说不定 现在这边也会 他先上四五四 应该不会 不会不会 我要是他 我肯定会上大饭 你先闷了我再说 你先闷了我再说 而且你闷了我 你就不能上怪了 这里再抽张硬币 才叫厉害 嗯 没有 现在海盗看一张 这个地方再抽个硬币 就炸了好吧 这个偷一个硬币 现在还是硬币大饭 我觉得这时候打的 没什么问题 对 就我造个大饭 是的 你能怎么办吧 主要是我六六饭 我吃个闷 我觉得我很乐意啊 对 你闷了我 你不能下怪啊 这里只能四五四 四五四 对面又不会管你 如果这里有个闷棍 四五四 C的还闷棍的话 其实都可以 还可以 这样还可以 是的 但现在这样的话太弱了 西赛这边还有个闷棍 就真厉害了 是的 四五四 咱们一个基本上 撑不到家就说 现在这个血量 其实已经很难撑了 好 那我就下个四五四 提脸了 是的 肯定不解场 要紧你来接我 这里需要张什么牌 我觉得 抽个闷棍就可以 抽个闷棍还能行 这边应该要上了吧 换了 换了 硬币 加基森 被刺 刀扇 刀扇 对打刀扇 对不停地刷吧 不能答应他了 我就 我觉得还是 先刷了一个 对看什么牌 刷了一个闷棍 去把他闷了 先把先被刺什么的 可以教你 或者这一代吧 但这里五四 应该是撞六六 撞六六 我想好打刀扇的话 如果你想清场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闷棍 但是血线已经很低了 再砍一刀就失去了 我觉得真的是 就 要赌了吧 我觉得五四撞 撞五四吧 对赌吧 否则赢不了 应该要赌 我感觉好像也是要赌 要赌五四撞 血线有点太低了 太低了 你要赌一发闷棍吧 我觉得就只能这么打 这样打还有机会赢 否则的话 再被踢一脚 哎呀这个会被五四再踢一脚 血线太低了 实血其实基本上 太难翻了 你出什么都要解啊 是的 首先你得把所有的怪全点 然后人家可能还能直接把你抢死 对 对吧 这里赶紧打 不然就来不及了 不然就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赶紧生死肯定要输的 我觉得已经来不及了 我觉得已经来不及了 这里被刺思义代发 感觉来不及了吧 已经来不及了 我觉得已经来不及了 他应该是把 刀上全打了 但是他应该是看不到过什么牌了吧 对啊已经看不到了 看不到了 他肯定全打了 他就是盲打砍完过 对 好像闷棍也没来 是吗 没来 我还带螺丝 对他这牌是有螺丝的 哎这好奇葩 但是只有死血了 太容易了 哇 他这个牌本来可以打的 他不是 他被刺66四季代发刺骨解光了 闷棍 那我就下一个海盗吧 下个海盗下个血法 然后闷你一下 哎 我觉得这手还是有打错 如果刚才是五四 的话是挺好的 对 被刺66四季代发刺骨 正好解掉 如果是来刺骨也可以 是的 选择很多 那我这里闷肯定是要闷的 对吧 所以我肯定是下怪了 先下个海盗看看 海盗看看 先下个海盗看看 这样的结果就是 比他这个打法 不过好像也过不到 因为没打刀扇的话 刺骨也过不到 哦 是的 所以也一样 所以他打的也没什么 没没没没没问题 只是我觉得你应该打快 打快 先看看这什么牌 至少能看一个司机代发 来 来什么牌 这个杰志生肯定要闷啊 哎他今天下蓝龙了 他也堵个司机代发呗 哦他隐藏 隐藏 隐藏 隐藏过得好啊 我不折不说 我们这些选手都是会玩的 隐藏过得好 这隐藏过得好 你也打不死他呀 可能 再来个冷血 哦硬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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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 硬逼硬逼硬用了呀 再继续过啊 再过快冷血 不就赢了吗 对 再过冷血就可以了 那就这边先踢脸 打隐藏 下回合我们算一下伤害 然后隐藏呗 够了呀伤害肯定够了 11加 够了够了够了 应该够了吧 赚把刀是3加 肯定够了吧 够了够了 赢了 这边还有机会 所以说为什么刚才不闷棍呢 闷棍了我觉得很稳啊 这边很难打的 这张牌真的很可怕 我觉得没什么道理吧 而且他其实闷了以后 对面加基森也下不来了 肯定赢了 他可能会裸着再下加基森吧 他裸着加基森那你不亏了 你场上场上有两个怪 你又能打两个怪 这个就输了呀 火车王带你飞 这盘输的有点 加基森怎么会不闷呢 我就不太懂 就你下蓝龙你也不叫杀呀 对呀 够里面有没有冷血 没有刺骨 而且还亏得他戳了个隐藏 是的 不然你这血量还是压不下去的 是的 这个我听到这个 Sleeping赢了之后啊 我觉得外面有一阵阵的欢呼声 就发生什么事情了 外面一阵阵的欢呼声 应该就是 Breath和冰雪 还有之后选手 应该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局面 还是为Sleeping加油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基森可以加油吧 因为比赛的话 我们不会拼向任何一方 都希望他们好好可以发挥 关键还是这个冰法 这个冰法还是有点难跑 太难了 这个冰法 其实他戴冰法的思路是什么呢 我认为两位想去抓快弓的话 我觉得现在宇宙法挺好的呀 抓快弓的话 真是我觉得西赛这盘真的要调节一下心态 其实优势非常大的一局 这把其实还是优势很大的 那先用德鲁伊去打一把 这个是你自找的 这个德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只要自己不犯迷糊就可以了 前期在留树苗吗 我觉得不要留树苗了 不要留树苗了 不要留树苗了 多留点过牌 你把牌全抽起来你就赢了 基森可以留 他还是贯穿自己的思路 留树苗和留树苗 你就慢慢打就赢了 千万别留树苗了 这树苗不留吗 激苗肯定留 激苗不留吗 激苗肯定留 我千余护福也不要留吧 千余护福也不需要留 你打快弓我会留这种牌 这激苗还是留吧 激苗真的不留吗 激苗肯定留啊 科技不可能不留 千余护福有什么用 千余护福有什么用 赵玉伊伊啊 我又不打死你 我直接抽到两个八角我就赢了 是啊 也行吧 留个千余护福 至少比树苗好多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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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棋手还有可能输哦 我觉得我也觉得有点炸糊了 这个棋手叫没有张牌有用 打打 打 打 一张牌都没有 我靠那一一可以拼命的制造戏区 这什么制造戏区 人家肯定到时候要么拼了你 要么下苦痛 不理你 不理你 有个激活还可以 他能跳个怪 基本上应该能把曲线补起来 除非一直抽什么横扫树苗 那没办法 但是德鲁伊的话真的很需要科技去压死对面啊 我觉得更需要牌 牌是牌 对 它更需要牌 其实什么 诶 愤怒还可以 可以过张牌呢 对吧 可以这么下 愤怒不是张插牌 其实是张不错的牌 好那这里应该是 不会理你的下怪吧 随便下一个怪 下个二一 对下个二一呗 不要拼 就要拼很多自己节奏的 冰牌很容易后期过牌卡 过牌没有费用 是的 其实你知道对面有两个加八甲 你就应该打快一点 不是打慢一点 对吧 你让人家全部抽到了 你就很难打死人家 他不会想留着给苦痛吗 他想着一个一战场 我下个苦痛可以吃 但人家可能有解的呀 你就上个二一 人家估计会把你解了 你再下苦痛吗 对啊 挺好的 对 挺赚的呀 挺开心的 关键还是来滋养 来滋养我就觉得很好打 诶 六费 那这里打张愤怒 下个激活 激活 硬币 六费吧 挺好的 又过了个法术 诶 过了个导演 这张牌请删除 就不要下了 我觉得 我觉得 优势是在你这边 你就不要下了 对 那这里应该还是交苦痛吧 苦痛 你交苦痛 我抱着一点 我就俯根打上来 打兵法不可以 也可以 对 是的 但是那你要考虑一下 不要当他回回 红龙喷川的回忍 没什么的 没什么用 因为你场上怪可以解他 可以解他 对 但我觉得他也可以打六费吧 他俯根留给末日 末日啊 我觉得 不然的话 不然关键这个是 他不想拉他过快 一过就过两张 肯定是一点一撞 对 就是你是这么想拉 就是你不解的话 肯定是一点一撞 就至少两张 反正 我觉得他应该还是会跳六费吧 这样的话 我四费下回 再可以下一张清玉 是的 行吧 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 看起来 还可以 你就打到三三了 我觉得叫我就会限制 兵法的过后排 这样 打一下他很难受的 而且关键这是个先手兵法 你把他苦痛打了 他排很少的 对 把这里拼一下 点一下苦痛再说 拼一下先看看 没准再来一张二费快 哎呀 拼一下不行 就把血法一扔就算了 这个场功能 也可以 趁现在能 还能扔过牌的时候 先扔 先不要几级的 出处离场面 这个地方肯定是拼苦痛 他给你这种机会 你千万不要浪费 你牌是不够的 是 用兵法牌多了才有机会 他这套兵法带了两个兵甲 其实过牌没那么多 对 所以更加需要兵甲 更加需要过牌了 苦痛能多一张 是一张 所以 就我就觉得还是 怎么说呢 你还行吧 其实我觉得德鲁伊 稍微来点过 没有时间了 好 这边继续拍怪 给压力 拍怪解了吧 这两个 这两个没该 吃一二一吃掉血法 然后去走脸 就不能再让腿肯定 再苦痛再点一下了 这个你只要碰他一下了 你都不能让他再再点一下 这也还行 还行 你 其实他留斧根也可以 因为可以抚得末日 我觉得为什么这样子好一点的话 就是因为清玉德 是没斩杀的套牌 所以还有难去 瞬间就把兵法什么靠强死 那兵环末日吗 兵环末日 感觉还可以 如果我这波控制住场面 我下回就特别舒服了 我觉得兵法 兵法现在抽个红龙机会挺大的 是的 毕竟格鲁伊这边 一张过牌都没有 他加八甲什么都没有 对啊 其实兵环末日吗 不行的话 下回我继续控啊 这样把节节都带快 其实兵法还蛮好的 或者他难道想 兵甲加一张过牌吗 下回再拖一会 再下回再兵环末日 那应该就是要打暴风雪了 不打兵环末日 但这回打兵环末日 其实还是挺好的 正手嘛 五费下嘛 对 一般来说 五费的时候是很难解末日的 对啊 你俯根掉吗 就我在下暴风雪 再看情况吧 反正 六费的时候 其实比如说 愤怒加很少是可以解的 但五费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 只有一个俯根 对 好 那俯根掉 诶 成长 我跟成长 成长了吧 成长吧 虽然这手牌有点尴尬的 还是得涨了吧 我觉得他怎么一等会要靠游个上 上楼赢了 是 这张奶 这张奶 不敢用 主要是给这边回奶 那挂个兵甲 然后 场攻不是特别高 肯定是挂兵甲了 兵甲 看看手牌 过牌会爆牌吗 过牌 不会爆吧 可以下二一 也可以 也可以奥数智慧 奥数智慧会爆牌吗 不会啊 奥数智慧是不会爆牌的吧 应该不会 那我觉得挂个兵甲 奥数智慧 是的 变运还是打蛮好一点 这个兵甲就当混了一轮吧 趁现在场攻不是特别高 是的 冰箱也摸到了 还行 我冰系法术先补交 好了好了 我觉得 我现在是德鲁一要 做得有个撒动翻盘 对 那如果斯利比赢的话 他们的什么情况 就Breath跟冰炫 是不是还有加赛的可能 不是加赛 他们两个绝最后一个名额 最后一场就变 又变生死战 对 其实 可是C赛也没有被淘汰 C赛也没有被淘汰 C赛也淘汰 已经淘汰了吗 他们这几个人 除了X伏都是精力不起输的 一输就死 赢了能不能晋级 还要看别人 还要看别人 就是这样 好 这和打个火把 下个四倍怎么样 感觉好不想打 这个暴风雪 不想打 手里面唯一的 如果要暴风雪 我可能会暴风雪 加奥飞打出去 我觉得上个煎饼 下个 上个煎饼 下挂个冰箱 也可以 也可以 对 上个煎饼 挂个冰箱也可以 这煎饼可以利用一下 给自己加个四血 然后还能稍微蹭蹭 是的 对吧 那煎饼 稍微用一用吧 其实德鲁伊来过拍 还是能赢 我是这么觉得 就看他能不能抽到 抽不到的话 应该还是输 唯一对德鲁伊好的消息 这边红龙一直没有来 是 喉饼不来就启动不了 但现在才七费 只要九费的时候 再能磨 因为法师还有好多过拍 因为冰法怎么说 要比这套德稳定一点 打着打着总能抽到 我觉得他有没有可能 火把砸一个 拼掉一个 下个二一过拍呢 火把不关键吧 我觉得现在 这里其实 如果他考虑 喉饼早点来的话 确实应该过拍好一点 不要丢火把 不要丢火 所以我觉得就是 Sleeping这套冰法 其实过拍有点少呀 来了来了 因为他还双火把 双火把这种 更加容易卡过拍 好 那还是 横扫交了算了 就交横扫吧 激活横扫算了 激活横扫一阵打脸吧 对 反正你加击生也没来 我觉得你留在家 激活也没什么用 可以激活导演 他想拿场锅跟他换吗 场锅换的话 就是这一波打脸又不能打 然后你如果横扫交调的好处在于 对面下回可能一定要挂冰箱了 他认为横扫是一张纸伤吗 其实我还能留着破冰啊 或留着 他觉得每轮变个脸可能也挺有用 很重要 其实也没那么重要 大地来 大地好拍 不过这个地方不能下的 下了要死了 下了要死了 这回一定要下暴风雪了吧 能不能挂冰箱呢 所以我觉得上回合挂好 对上回挂好 这回合可以暴风雪接个221嘛 对吧 费用上不要老是卡 自己一费 这就是细节上一些小问题 还是很难受啊 这回合 那就下两合暴风雪吧 但是暴风雪过后能两费呢 点一下吧 下回合再暴风雪挂个冰箱 对 可以这么打 可以这么打吧 然后再下回合大地 大地看情况吧 有没有什么冰环 什么之类的再说吧 大地二手这回都可以 我觉得到时候可能能打出去 这里暴风雪肯定要下 现在已经进入松不了的回合了 就是每回合都要空了 不能再拖了 法师这里 其实他冰气法术 也就只剩下一张冰环了 他之前好像已经打过一张 交了一个冰环 对 那这两张暴风雪打掉以后 差不多红环一定要来了 不然启动会太慢了 只要德鲁伊这么一直抽 回八甲 伤害还是够的 一张是法师还是有机会 两张的话会比较绝望 其实这个加八甲可以打 也可以不打 这里其实先打了也可以 打了吧 反正迟早你要打 迟早你都是加八的 你不会打的 你不会咬四的 除非斩啥 加八加了吧 变了变个脸 对面红龙喷过来 其实是一样的 对 是早打晚打的区别 他可能是想留着给加基森吗 也可以理解 也只有这个解释了 再来一个包回去 加上冰箱 反正我就觉得刚才亏了一点 现在感觉还是不太舒服 就费用上 本来应该大地已经打出去了 对对 费用上不太舒服 那这里应该是再接着下暴风雪 刚才冰箱 下回我大地 哪怕拿一个法术解解场也可以 可以暴风雪接个火吧 把那个解光算了 也是一种打法吧 那你下回复挂冰箱吗 冰箱大地 大地 对 也可以 但是对面可能会接着铺场 也有可能接着 我觉得这里还是 但是你下大地那回合 估计也是控不住了 万一有冰环呢 是的 万一有冰环 有冰环我下回合一样 大地冰环 还是一句话 冰箱还不急嘛 那这回合解了也可以 因为我感觉你没有呼拉的话 那个53带的还是是个威胁吧 是这样的 火把最好是晚点打 因为 对 你还是要抽红龙 对 最好能抽到关键牌了 我再下火把 毕竟他是排库就会出 好 他选择打火把吗 快点快点 好 火把 也可以 解掉也可以 那你还行 我怎么觉得对面要是让留个萨龙了 实在没事情干了 对 两个加班就不错啊 你别说 对 那要不上个游客萨龙吧 来点过牌 都可以啊 我觉得要不还是留着别上吧 人家上红龙的时候 你上游客萨龙 说指望解红龙吧 我怎么觉得 他在红龙等会要解不掉 你别说 他差一点点上 他真的不想要死 但是红龙也不一定能解啊 我 我是觉得上个游客萨 没准没准能站 游客萨龙上能站个场也可以 他想机会用掉吗 还是直接过了 过了吧 这空过这好伤 那你不是加个八甲 对啊 两个八甲加了吧 你打不死人 他他总想偷死这边兵法 不可能 是的 你想你四加四加四 还差一点 那还有 再来个数秒 可能行吧 费用上够吗 够 够啊 他有激活啊 那我就我就大地冰箱了呗 我大地冰冰箱 大地冰甲 大地冰甲 嗯 对不对 对 大地冰甲 省得你破冰啊 这个冰甲来了 你就我就 大地冰甲 然后这边大地都很难解 是 只能横扫 也还好 他有个二一 没有那个二一的话就很痛苦 是 其实这个 这个夹八甲其实完全早点可以打 因为你迟早要打 没什么区别 我想 他想偷死对边 他想偷死对边 他想偷死 他想偷死 但是冰法拿是那么好偷死的 有啊 他就会如果不挂冰枪的话 是不是有机会偷死 抽个数秒吧 对 不太可能吧 他如果想下个过牌 打大地冰掉对边二一 大地冰一下 再过过牌 对这样的话是不是有机会偷死 那咋是有可能 不会这么弹吧 挂个冰甲稳 14点斩上 你说现在得 你说德鲁伊打14点 我是不信的 果然还是很稳 稳着点打没什么问题 是的 好啦 那你可以横扫了 把八两个加八加 加了算了 我觉得他最多加一个 他最多放一 你别说 他真的是数秒 他就是想偷死 但是 太难了 很难了 横扫 横扫 很少呗 但这个游戈萨龙 你真的不想 就真的等红龙吗 红龙不一定能解掉 解不掉就炸了 我感觉 我还是觉得 这边法师抽红龙就要赢 是啊 抽红龙你 除非游戈萨龙解了他 对吧 解了他倒还有机会 解了他还好 对 解了他你就可能 法师现在伤害还是有点吃紧 是 只是我觉得他加八加 起码要先加一个了 不要 他是不是想这个可拍导演啊 也可以吧 但是大地未必能解掉 不解被吃一脚 受不了吧 他真的想下导演 诶 他先试一下奥秘 这张如果是冰箱 我觉得都不会这么 这 这要横扫 架树苗解 大地来 我不能吃大 这一招的呀 那横扫架树苗 回巴打了吧 打一张吧 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打 你早晚笑 哇 他还卖脸 他还卖脸 他就想要杀死对面 然后还铺两个一 他就铺两个一算是 不知道 他想打死对面 我看出来了 我看出来了 他很强的德鲁伊 他觉得要赢冰法 要打死对面 这伤害差不多了吧 看起来 就多等红龙 来个红龙就赢了 不等红龙就赢了 没有红龙也差不多吗 算一下 这伤害很高 非常高 来红龙肯定赢 我觉得加16都未必顶得住 你看三个火就是 三个火就是 就已经18了 18 有 寒冰界冰枪冰枪 有狗头吧 10 有狗头吗 应该没吧 有狗头 那顶不住了 已经顶不住了 我觉得 他有狗头 过牌呗 过牌 冰箱都没什么好挂的 你挂什么冰箱 我19血还能被被你斩吗 希望你喜欢我的新八名 火龙来了 那下锅喷了就行了 喷喷了就赢了 冰箱 冰箱拼一下 拼一下 还省得我 我还教过法术 把你本来的4点护甲打了 那个 那个 连砍大地实在是太伤了 实话实说 我现在解决的冰炫和Breath 好开心 其实我真的没有弄懂 他为什么会这样打 他应该是不知道这个队局怎么打 这大思路上面 他应该是不知道怎么打 诶 这个 不要打吧 他想下回直接叫杀吗 诶 不知道 这个这个亏了 人家加巴 这个等于浪费一个火球 一个火球的伤害 浪费一个火球伤害 诶 双方怎么就 还要激活 激活变个脸 激活不变脸了吧 激活变个脸啊 你为什么没 这为什么不变脸呢 结果流浪没用了 现在 等加基斯 等加基斯 这解释我夫 我们算一下 14 14加两火球 12 26 29点伤害 一回合是打不了 但哄哄喷一下吧 哄哄喷一下 可以喷 这个火球打的干嘛呢 不打 火球不打 应该是很稳的 虽然现在好像伤害 如果对面回来 把这火球砸到这个是八甲 我也能理解 对 对 sleeping就有点危险 因为回合数有点问题 它只有一个冰冰箱啊 是的 如果它这回破冰 加上再加八 你还要再花两回合 把对面打死你 如果没有抽到第二个冰箱的话 还行 对面也打不死他 你想 对面需要红龙 它得解吧 不解我有一个强啊 你怎么去过嘛 但是这样的话 就会多两点伤害了 那就死了 无所谓 我反正都是要两回合打死我吧 我就这么 你加了八血吧 嗯 我再来了 关键它好像也不叫杀 这边 关键这边不叫杀 对 不叫杀是个问题 我觉得它还是会解活我们 刚才那张激活其实可以 看抽什么了 诶 很扫 不一样了 很扫 我觉得它还是会 信不信 不要加八 我觉得强行把 它应该还是会解这个 红龙 我们想想 如果我刚才不加的话 变一下脸是二十 九血 他觉得 他觉得 我解了你红龙 你也杀不了我呀 二十四血 二十四血 二十四血的话 你一回合应该打不出二十 你有没有机会打二十 如果他算了 对面减过肺的是狗头的话 是有机会的 他打脸了 打脸打不出冰虾 他现在 那为什么不扫红龙呢 这为什么不扫红龙呢 扫红龙的话 一六三六撞的话 六攻踢点不是更好 对 这样不是更好 这样是多踢的伤害啊 而且六六保住了 对啊 这边没大狗头 好像伤害不够了 不够 而且打火把大狗头更难抽 但他要洗这个火把 他需要一个大火把伤害 那这回冰环是不是要打 我怎么怎么双方都是 有点送来送去的 冰环一定要打吧 冰环一定要打吧 冰环不打 破冰环破冰了 破冰就输了 对啊 但是如果夏侯抽不到狗头 哎他伤害如果夏侯可有狗头的话 他毒你破不了冰吧 你四点场攻嘛 我觉得这里 冰环应该还是要打的 好冰环 一个大火把 然后冰箱是有用的 过牌也有用 我觉得冰环还是要赢 冰环还是要赢 冰环还是要赢 这个手牌应该还是要赢 对 这个手牌还是要赢 夏侯可不管抽过牌 抽冰箱 感觉 抽狗头 当然还有油 有个萨龙巴 对吧 看这边能不能只抽一个纸伤把冰破了 但好像也没什么纸伤了吧 加基森 加基森没用啊 能过上吧 他已经很少没了 他还有什么牌呢 乌鸦神像再找回八吧 他有 没有乌鸦神像 他没有乌鸦神像的吧 好像没有对啊 他有吗 加基森开刷吧 他真的没有 他这 素描已经用掉了我记得 他不可能素描打死对面 所以他这回肯定破不了晕 他素描还有一个 他用了一个素描吧 是不是 那是打不出来的 但是打不出来 就起码要给对面两个 我这么算吧 Sleeping抽大火球赢了 大狗投赢了 那我这里应该赌导演 赌导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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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个先打吧 诶 先变一下脸 首先要破冰 然后还得奶 诶 他没打吗 最多释放了 这个没用 他怪都没打吗 怪都没打 他想给怪大 加完攻了再再打 没用 自己再翻没用 自己再翻没用 诶 这个打谁 诶 破冰了 诶 但是怪不一定能打 怪不一定能活下来 对啊 过拍 王宇 成长肯定不打了 下回会再打 灭了 诶 好像破冰了 诶 诶 没没没没 这边还有神抽 很多神抽 他应该一一先打 就要快到两血破冰 对 这边有很多神抽 哎呀 末日不是啊 末日冰环 冰环末日可以啊 这回合一定要枪住 如果不枪住的话 樹苗是有可能斩杀了吧 对 这边有很多斩杀 就是冰箱野行 大火球大狗头 一共六 至少有很多斩杀 那这边很容易斩杀 诶 这个挂的是什么 不会是一晏环眼吧 哇 是一晏环眼 选过了 这一晏环眼好屌的 导播给我们看这挂的是什么 对 导播给我看一下 这一晏环眼冰法很难赢啊 诶 那一晏环眼的话就一血伏笔了 对 稍后如果打一下的话 周围变个脸就赢了 是的 对啊 就 你还没见你敢打呢 他太急了 他刚刚应该空到一血破冰的 对 他这里要打了吧 哇一晏环眼就死了 他不 他不怕 他觉得你不是 他要全部打了吧 全部打完之后下一张 赌大火把 末日都没有 你下不下都一样 那这火球也打了 下火就赌 呃 狗头或者大火把 嗯 这火火火火火球不能打 否则狗头 狗头不赢 好了 西赛如果记得的话 知道这里应该还有一张书标 我 自养 自养过盘 哎 不要下 下家机就 就打不出树苗就变脸了 不是你不能变脸了 变脸没用的 变脸没用了 那要去蓝龙加树苗 蓝龙加树苗才可以 是吧 嗯 就没用 没用 就看下回合 没用 大狗头 大火把都赢 是的 不要过盘也可以 冰箱也可以 冰箱也可以 好像还是这个要赢 战士撤离 是个什么东西 吻 好像冰法还是要赢 啊 不要拿走你的蜡烛 哈哈 好自己 黄狗身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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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还要看最后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就本来说好的表演局呢 现在变身死战了 比较表演局和身死战就是一线之间嘛 对啊 当然我们觉得刚才那盘比赛中 双方可以值得斟酌的地方还是比较多 有很多 很多很多 是的 叫Sleeping的话主要就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叫什么 其他那些有 就是那个火球是不打的话早赢了 早赢了 伤害 我明白他为什么要打那个火球 反正因为红龙了嘛 对啊 火球不打是早赢了 是的 好那不管怎么样的话 我们准备一下心情的 稍等一下 之后回来的比赛是Bress和冰雪 这两个人好好准备一下 是的 这两个人真是到时候比赛结束 这是最后一个名额 最后一个名额 最后一个名额 然后是天堂地狱吧 是的 就往前还是往后 好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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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